別墅屋頂 兩名男子不要命的攀爬逃窜 因為警方來個突擊搜索 屋內嫌犯根本無處可逃 只好冒險逃到屋頂 卻又沒膽針的跳到地面 最後乖乖 束手就擒 以徐靖 潘信為首的詐騙集團 將機房藏身在台北市內湖區的 高級別墅裡 專門詐騙大陸民眾 打電話楊稱是網路商城的工作人員 不小心將被害人的帳戶 設為VIP 每個月將會扣款500塊人民幣 被害人要取消走 聽從假冒的銀行員指示 到ATM操作解除 但詐騙集團要求被害人 切換到英文介面 被害人因為不熟悉介面 因此誤將款項 匯到詐騙集團的人頭帳戶 集團就是以這個手法行騙 一個月的不法獲利 就高達200多萬人民幣 相當於上千萬的台幣 每個月10萬塊的一個租金 像這個一個屋主 承租這個獨棟的歐式的別墅 然後這個別墅是透天的 是藏在一個內湖的 滿豪宅的地方 這個山明水秀不錯的地方 嫌犯以為藏身在豪宅 就能掩人耳目 甚至別墅的外牆 就設有警方的尋簽箱 但台灣警方打炸不遺餘力 最後還是破獲這22人的詐騙集團 將他們通通依照詐欺罪嫌移送偵辦 界障區的巡辦家台北報導